人家健康的大事 先來看國中生 還要看小孩 還要打電動 近視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七十 醫生說 尤其是近視群的人 是越來越多 說這個近視如果太群 是真的發生到四萬元八年 這個四萬元八年 是會小孩嗎 一個小孩 十步小孩 用手機玩電動玩得很開心 但是他們老婆很煩惱 大概國小四年級 那時候大概差不多一百五兩百 就是這之間這樣子 對 可是因為都有點散銅在控制 可是後來就是發現控制不了 就是他那時候 大概一學期標的快一百度 他說銀行線那般有二五的人 有五分之一 有近視 以後通計 現在空六學年多 國小學動病跟市力不良的 百分之四十五 國中間斷市力不良的超過百分之七十 跟國外比較起來 美國青少年近視率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五 在國只有百分之十五 日本小學生近視率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中學生百分之五十 台灣學黨近視率有領有比較高 他先煩惱說 近視如果太多 會去想到四萬元 那個四萬元玻璃的患者 他是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小朋友 那他的那時候的近視度數 大概就已經六百度以上了 使用三西產品 那都很容易讓近視度數加深 那高低層近視的族群的話 他的數目玻璃的比率 是比一般人高十到四十倍左右的 因為近視太多 地視視望沒有百里有少年化的出世 醫生提出說 要為根本技術近視保護脈酒開始 減少使用三四的產品 增加室外活動的時間 近期你用脈酒看車看電視三十分鐘 就要休息十分鐘 這樣才會被騙免上脈酒